那你们那个共产党 它是真心打鬼子啊 当然是真心打鬼子的了 你想想啊 鬼子来了 有钱的和做官的 全都跑了 剩下的 不就是我们穷苦人民了吗 遭迫害的 不就是这些人吗 好 姐 怎么了 出差了 别着急 怎么了 兄弟们 上土下界的好像 好像中毒了 中毒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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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们到这儿等着 把你舌头伸出来 怎么样 他们都吃什么了 在地主家吃的烙饼 地主家怎么会舍烙饼啊 兄弟们说 地主为了要跟咱们搞好关系 今天舍了烙饼 一人两张管保啊 这 这肯定是中毒了呀 要知道中了什么毒 才能有个解药 我想想办法 这样 我给你开个单子 你派人去城里 抓点县城的药来 行 那我准备一下 行 那我准备一下 走 来 我说是你们的封长官计划收命 还是我们的封长官计划做命 你们好长官的手啊 就像个耙子 耙浅的时候 他计划最重要 那你们的封长官的时候 就是把刀子 这回一定会砸进青龙山 海外抓药的人心里 你怎么会想到这么土的一个法 在中国这种土办法往往很有用 这就是毒病的解药 把人给我抓起来 是 这就是毒病的解药 把人给我抓起来 是 出来 他冒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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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大豆杯 他他他他 你说大豆杯有来无趣 大豆杯人在哪里 你那天 大东北是关东军放跑 你混蛋 除了会推行责任 你还能干什么你 算了算了算了 大东北也不是一人放跑的 咱们还是从场计议 从场计议 咱们把他们困在山里面 他们要不投降呢 就不让他们下山 你给我闭嘴 多吉 全部指定了一个铸篱笆的计划 目的就是把能够帮助 抵抗军的村子和屯子隔离开来 在他们的外备扎上一道篱笆 把他们彻底和抵抗军隔离开来 好 好吗 闭嘴 好 我 我 多吉君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好 我干过农活 扎篱笆这事 我会 好 我知道 大东北这事呢 让您挨了野藏司令官的血 我这心里边也挺过意无缺的 可是这扎篱笆的事 您让多吉去 这您更不应该了呀 那怎么了 多吉不会像你说的能力那么差 他这儿 徐文杰是他哥呀 咱们为什么屡战屡白 这里边肯定有 对对对 一人君啊 说起搞内斗 你这是一把好手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要把你这一套 带到关东军和治安军的队伍里来 留些病吃了 那是要死人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糟了不急了 来赶紧坐下坐下 来 我看看 没事没事 这不行啊 我们得送他下山去做手术 山下都是鬼的 咋下山呀 可是这子弹他还留在里面呢 不做手术他有生命危险呀 好了 别吵了 直接动脑子 我相信你 继续住啊 你快就好了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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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就好了 继续 继续 这子弹是取出来了 可这些脏血怎么办 那当然了 我给他洗出来 妈姑娘 你可真了不起 就 就 就我打了那脓 那 那伤 换了我 我也下不去口 这小子都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洗澡了 你看 他这样伤口不行 这样开放性的伤口肯定会发炎的 这样吧 找两个兄弟跟我一块上山 采点草药 好 回来给他吃了 可能会有用 还是 这 慢点啊 慢点 谢谢你救了 没事 没事 喝药吧 这药啊 我帮你消炎呢 哎哟 满小鼠 生病的时候 哈娘就是这么抱着 给他没有药 我别动你这�bng 慢点慢点别摔着我姐 慢点慢点别摔着我姐 快坐稳了姐 慢点慢点真是 姐 这是干什么呀 大哥 大哥 你们这是什么封锁啊 你让我坐在这儿干什么呀 二叔 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弟兄们 最近咱们队伍里边出了很多的事情 有好事也有坏事 去年咱们打摆子死了十二个兄弟 今年马叔来了以后呢 一个都没有死 连我大东北这条命 也是马叔从杨王爷手里边给夺回来的 下面我宣布 把山寨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马叔 不成 走 别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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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无无间之事 无阻止 无纪律 找回家 找回家 来来来来 咋了呢 你咋走了呢 我知道你是想感谢我 如果你真的想谢我的话 这样吧 我们在部队上建了一个党支部 你还是负责指挥权 我来做政委 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你觉得吗 政治思想工作 是是是干啥的 想不太明白 你说啥就是啥的 好 那既然有了政委了 我们就是共产党的部队 番号要符合我们党的军事传统 番号 番号就是取名字呗 你喜欢取个啥名字 得取个啥名字 那 以我们部队现在的规模 我觉得我们应该叫 中国共产党抗日联军独立旅 抗日联军独立旅 好 好听 抗日联军独立 抗日联军独立旅 不赖 来了 老师 老师 陈贵 这么晚了 你找找事 我挖了根人参 你拿着补补身子吧 最近你太累了 谢谢 来 坐啊 老师 既然现在你已经安全了 让我下山吧 陈贵 你的心思我明白 但是现在我这儿 真的需要你留下来 那行吧 但是金花是文杰托付给我的 我想下山看看金花 好啊 金花那边的确需要人照顾一下 打量虽然心细 但是她毕竟是个孩子 那我明天一早下山 等金花康复了 我把她带回来 好啊 那你自己路上小心 行 那我走了 情况怎么样 志安君在每个撮合囤子里 都安排了眼线 目的就是监睹老百姓 是不是跟咱们打交道了 另外这皮儿狗子 跟老百姓加了不少税 他们也没有交给鬼子 全都自己私吞了 现在咱们以前那些眼线 根本都不敢接待他们了 那你们怎么还有出现这事呢 多么埋开啊 只有公鸡魅母鸡 市长啊 文杰 山下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啊 鬼子和伪军 总是拿老百姓出勤 在我们最近的几个村子里头 安排了奸细 咱们关系后马 好得不好 多得多了 文杰啊 这个形势对咱很不利啊 行动处处受到监视 眼线又都多了 这可不行 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打破这个局面 具体的方法我还没想好 你没想好啊 我当你多大本事呢 副理长 战术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您给我一点时间 这事挺你的 你说什么时候打 就什么时候打 我和老二配合你 不要 我想下山去摸摸情况 行 让大壮跟你去 这小子跑夜路是把好手 大哥 你说这小子有这么大本事 他干啥不到锦州投靠东北军去 你说为啥啊 这我可说不好 这小子藏着山子 那鬼心眼子 绝对在你我之上 老二啊 办大事 你得学会能容人 嗯 容人 嗯 地形她看好了 咋咋听她的 可队伍可是咱的呀 她要是给你造光了 你咋整了 你以为我金子弹会干她赔饼的买卖吗 哎 大哥 要不这样 我悄悄地跟着她吓人 她要是耍花招 回来我们就烧着场 要是她没耍花招 那我跟着她后边学点东西 不也挺好吗 你小子 这才是明白的 去吧 来 等会儿 别让文金发现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吧 得令 大庄 哎 这地儿你比较熟 住哪儿好 大哥 自从鬼子进来以后 原来的关系都断了 住哪儿都一样 你瞧瞧 后头那谁 怎么看一下二哥呢 你二哥真是个好人哪 打咱下山起 他就一直保护着咱俩 真累 就咱俩这功夫 还用他保护 我看哪 百明就是不相信你 大庄 喂 小时候玩过捉迷藏没有 捉迷藏 真是再一个 跟丢来 他来跑得也太快了 还干吗 跟着 别中了马医伏啊 别 黄大壮 跟你哥玩阴的是吧 长本事了 把枪口打开 老沈王 不认识老子吗 我是同黑龙江湾的 做小买卖的 做小买卖的 走一趟吧 走 甩掉了 那你甩掉了 真是冤家路窄啊 没想到 你也有落在我手里的时候 当年在山寨 我就因为偷吃了一只鸡啊 你打了我二十匹呆 还把我赶向山 你是谁呀 你因死我呀 我不因死你 不过像你这种 跑到山下当罕奸的 都是杂种草的 我今儿横叔这个死啊 来 也要是坑一声 我是你逗的 不愧是二党家的 各无应 我看你今天有多应 满嘎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药犯 要是让你们打死 怎么审问 你们是哪儿来的 瞎诈乎什么呀 钟总先生 钟总先生 我告诉你 我们这次乔装下来 就是要抓这个药犯 带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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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总先生 这有些不合适吧 要不要一起走 还不敢 还不敢 你俩赶紧趁热喝吧 谢谢你啊 二哥 你也没吃饭吧 我给你尝一碗 别别别别 别给我尝 这玩意是优待狗的 我要吃不糟点了 那我必须给你尝一碗 我再把这条狗给逛了的 二哥 你咋张嘴就骂人哪 我骂人了吗 我在骂狗啊 二哥 您被伟军抓 又不是俺们的错 干嘛拿俺们撒气啊 严平正我去了一百多趟的 咋就这回出事呢 二哥 您说您为啥出事啊 这就得问你了 您要是跟我和大壮一块儿走 鬼子 伟军谁也抓不住你 是啊 我咋不跟你们一块儿走呢 那鬼子伟军看他亲呢 他指定不抓吧 这会儿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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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金家寨 我爱打过分我就打过分 我爱打过分我就打过分 他这么啊 你看啊 二哥调理了 咱不该救他 二哥本事多大呀 他自个儿能脱险 咱多余走了 说啥呢 二哥 这超超雅 不跟您认错了吗 您以后啊 被刀砍斧舵 车裂马踩 我徐文杰绝对不管 我掉头就走 徐文杰 你再给我说一遍 老子张死你 把手松开 别伤着自我 我崩了你 你信不 来 把枪放下 放下枪 跪下 我跟我二十多年啊 不良心跟丢了 行行行 旅长 别生气 副旅长没吃饭 火气大 算了 别跪着了 起来吧 别管他 文杰啊 你别生气 回屋好好休息 别生气 文杰啊 老人 别生气 你别生气 兄弟啊 你是不是这么对待兄弟呢 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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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 你别生气 你别生气 发现什么了 发烂机万岁 别偷了万岁 赶紧说 大哥啊 这个徐文杰啊 肯定有问题 他一进场 看他那些汉金伟军哪 张口就骂了 抬手就打 鸡里呱啦的 说得跟鬼子一样的话 那些伟秀汉奸哪 见着他还 敬礼呢 这个文杰 他没问你跟着他干什么 问他 他说他值得 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呢 大哥呀 这严萍镇我都去一百多回来 哪次也没出事 咋这次就碰见汉奸了呢 一定是他徐文杰 怕我跟着他 跟那些汉奸伟军哪 串通好了 演戏 这给汉奸 汉奸给的敬礼 打黑不还手 这事是有点怪啊 老二啊 你就是个笨蛋 动哪儿了呢 二哥 你别真生气 休休息 来 坐坐坐坐 我跟你这么说二哥 这就是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 打当家的他也真是的 为了一个外人 这么说你 你咽得就下这口气吗 你说哈 我大将军啥时候忍去吞声过呀 要不看他大哥很老护着他 不倒给他来硬他 这硬的要是不行啊 咱就来转的 这样 我舍身群衣 用我的姿色拿下他 到时候让他在我的裙下颤抖 啜气 三娘 还啜气呢 满山寨的人 只有我在你面前 那才是啜气呢 铁猴子 别他叉了 听三娘把话说完 我喝醉趁着酒劲去找他 只要我一得手 铁猴子你就冲你去把他拿下 那徐文杰做出这种事 我就不信金当家的 还容得下呢 三娘这法子管用 三娘 你真是英雄啊 古人云 风潇潇兮 溢水寒 壮事一去兮 不复还 好 三娘 你姐猴子 说实在的 我还真佩服你 为了俺们山寨 你啥都敢说呀 她可是你媳妇 可这绿帽子戴的 比鬼的钢龟还绿啊 二哥 我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山寨啊 也都是为了你 这 二哥 你看我现在 我他妈浑身都绿了 你说委屈啦 你说委屈啦 文杰 麻烦全席 文杰 文杰 你说你来咱这山寨也挺长时间了 三娘一直都没有好好跟你说说话 今天啊 三娘想跟你唠一唠 三娘 您要唠您就站那儿好好唠好不好 少许儿 文杰啊 这铁猴子啊对我也不错 可是他这人长得太寒碜了 他不像个男人 我跟他啊 跟他心里憋屈得慌 我还真怕啥呀 他真是喜欢你 文杰 你这一听啊 就是一个不经事事的傻小子 这男人啊对你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身体够壮的 这铁猴子不像你啊 是个练家子 你这身体壮 三娘啊就喜欢你这样的 不是 怎么接下来都喜欢你了 站住站住 徐文杰 你也太不是人了 你到我们金家寨 好吃好喝好招待的 你 你怎么还偷着我的女人了 这下被我装奸在床了吧 误会了啊 我我对母猪没兴趣 你听见没有 人家正埋着你呢 你你怎么还美呢 哪埋着我他夸我的他 什么叫捉线下船 你不知道啊 谁让你这么早见了 你不会晚点啊 就是我搬打半了半天了 你就不得让我得个手啊你 你不要脸 你给我走 走 走 我不走 他不是说好了吗 让你当个药文 你 你怎么中的真的了 我不是他 你占个便宜吗我 你还舔着他跟他说 你说我不是个男人 我长得磕磕 我哪不像男人 我 我长得怎么磕磕啊 你 你行不行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 你回家 回家 回家 谁见死你了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 哎呀 文杰 队长 这啥功能 一直要出架 哎呀 活动活动腿脚 哎呀 文杰啊 那天那么危险的情况 你都把老二能救出来 了不起 了不起 我那不碰巧了 这无巧不曾输过 哎 那些鬼子和汉奸 还真听你的是吗 哎 文杰啊 这个铁猴子那个人哪 他不错 有什么笨事啊 就不动脑吧 你别往心里去 哎呀 文杰 我这白虎山家大业大 弄到现在我花了不少心血 你得帮我看着点 哎呀 你瞧 我就带来三十几个人 他带领白虎山 那么一大家子兄弟大鬼子 难以负重啊 要不 您考虑考虑 我 我不是这个一个 你多心了 你多心了啊 哎呀 哎 你这个前两天不说 要下山教训一下鬼子 和卫军吗 这仗怎么打 你跟我说说我心里有敌 文杰 这不正要勘察敌情 制定作战计划吗 那 那 那你快去吧 那你忙去 接着练您的神功 还要神功 额膊腿肉都松了 不如年轻的时候了 你练哪 八十九九十 大哥 大白天的咋还躺着呢 起来吧 俺们唠唠嗑 哎呀 八二啊 你说 你和文杰为什么那么不对付 我瞧不上你 我也信不过你 你说他这么大本事 他干啥窝着我们这小山钩子里 他干啥不去锦州 投靠他们东北军去 那里有水不比俺们这多呀 徐文杰有打鬼子的本事 这一点是我亲眼看见的 乍里巴虎的 真能打 他干啥没动静呢 说要教训鬼的伪军 都准备十几天了 光准备不动手 你是不敢打呢 还是不想打 你不敢打为啥 你不想打又为啥呀 不敢打 伪军都是东北军没跑了的 不打不接仇 放自己人一马 这讲来还得攻身呢 你说呢 大哥 老二 你终于学会用脑子想身了 大哥呀 你就老实在吧 他徐文杰 才带来不到三十人 那么金家寨的人马有三百多 你凭啥就把指挥权交给他呢 哈先生 回来你跟文杰哥说一声吧 旅长把参谋长的作序方案给改了 这方案是旅长改的 嗯 这有点过河拆桥啊 哈先生 您您别多想啊 也许大哥不是这意思吗 要是按照这个方案呢 特训队的队员们 会逐渐地离开作训的第一线 骨干们要是都走了 我们这些人也就没有必要在第一里再待下去 那根本就不是大哥的意思啊 都是二哥 希望小的跟真别人似的 哎 哈先生 我跟你说啊 我跟三哥还有大哥 我们是一起拿你们当自己人的 可是老二心眼子有点歪 他就是嫉妒文杰哥有文化会打仗 一天到晚在大哥面前说文杰哥坏话 那大哥整出这么个东西 那全都是二哥挑唆的 其实现在最为难的是俺俩 左边呢是十几年的兄弟 右边呢是过命的文杰哥 也不知道这二哥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好的大家在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这不明摆着吗 你看 以前老二是大哥唯一的接班人吧 现在有文杰哥了 他怕将来文杰哥剃了他 所以才千方百计地哄文杰哥走呗 三老四 来 来 来 二哥 你们俩没事老跑徐云姐屋里干好去呀 说 老大长俺俩去的 说把训练计划跟参谋长说一下 参谋 还长 长个屁呀 不就念了几天书吗 就想当先生啊 我跟你说啊 别跟他穿条护法 这小子贼心眼的多着呢 最近这小子 咱在队伍里头拉拢人心呢 你们在私底下给我盯准了 咱们的人 咱们的心 不能让人给拢走喽 你这叫疑神疑鬼啊 哥 法兰西万岁 又来了 又来了 你不是崇拜法国拿破仑吗 那我搅着许文杰就是中国的拿破仑 你这叫妒忌人家 看见没 小子顶嘴了呀 小兔崽子 想造反哪 你叫我笑你呢 二哥哥 人多不好看 来 大庄 咱俩啥交情你心里清脱 这孙大看出来了 胃不熟的 你别跟他走太近 我跟你说啊 这姓徐的必须走 他要留下来 迟早时候祸害 你看着呢 总有这么一天 他要取代了咱们老大的位置 咱们金家寨的老人 没好日子过 那胃不熟的你跟他唠唠 也没他好 把咱洗碗碎 打死你个小子不是 善剑行 你个瘪毒子 好车 大哥呀 哪太高兴呀 哪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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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这个文杰 新装的这套枪 这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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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窥一个嘴啊 以后这子弹和枪源源不断 咱们就是正规矩了 大哥呀 这奶妈再好 她也不是亲的呀 你的兵徐文姐带着 枪弹徐文姐供着 哪天她要是跟你翻脸喽 你咋整 刚才我到外边就转了转 现在这荆家寨的老人 挺喜欢那徐文姐的 这年头 这人心 是最难拿最难捏的 老二啊 来啊 朝有令下去 以后调动部队 必须有我金子弹的手令 没有我的手令 谁调动也不好使 参不着就不行 法兰西万岁 不要令 杀 老师 最近不太对头啊 这调人都调不动了 队长 我现在还是不是排长 是啊 我还是排长 我是啥排长 我叫他新兵训练 一个都调不动 那别说你了 我都调不动 你能调得动啊 去查查 咋回事 这个训练计划呀 是旅长和副旅长新定的 旅长今天上午说了 以后调一个兵 都要依靠他的手令 这啥命能了是 明摆着 这要跟咱分家呀 要分咱就分 咱有枪有人 跟他躲一块干啥 有啥意思 这 撤 撤 撤 你们哪 可别中了二山王的挑唆 旅长没有要分家的意思 旅长 对咱们还是讲情意 守信誉 好啊 把心思放在打仗上 别瞎琢磨 这一个一个不个不给我 我啥打仗啊 别吵吵 还吵吵你嗓门大是吧 把狼招来 老师 我没有想走的意思 我呢 没想分家 反正以后二山王再怎么闹腾 我忍着就是了 行吧 忍着 知道不 行 成熟多了 二山王老是找我的茬 也不是个事 大全 我跟你到镇上住几天 勘查勘查地情 老师 我这样做 也可以跟二山王冷静冷静 也好 你是不是√ 昭默 一 产天老板给你的东西 iron 小心啊 我 我 你 我 小子跟着走 别回头 我 他家人有福 你跟着回去揍他 别动 别动我打死